字幕 lud Hello大家好 我是Yoyo 前一陣子小雄書 看到有人教怎麽 Caleb 去窮游香港 今天我決定實差一次 用一百元去窮游香港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最後會用多錢的話 就記得留意這條影片 在出發前 跟大家講解一下今天的行程 首先會由家出發 坐巴士去旺角 之後步行去尖沙咀 再坐船去中環 之後再坐電車去銅鑼灣 最後就會坐巴士回家 首先由家出發 坐巴士就需要5.6號 剛剛就下車了 現在就在這個旺角的天橋 我們就去我們的第一站 第一站我們就去這個金魚街 剛剛我們就走完這個金魚街 但是因為太早的關係 其實金魚街就還沒開營 在旺角天橋看到有很多遊客在打卡 由於現在天氣太晚的關係 所以我決定我們先去買水 要點水 現在中午時間 有點餓 所以先去油麻地吃雙送飯 糖吃的 然後要菜心 這間雙送飯在小熊書上面也有很多遊客推介 那就是35元兩送 吃完雙送飯之後 我決定沿著尼敦道 走過去旅人街 看到中午時間也開始多了遊客去走 但是窮友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可以去看 我們再次沿著尼敦道走過去尖沙咀 走到小熊書的行程之一 就是重慶大廈打卡 剛才太晚的關係 我就去了香港藝術館裡面涼冷氣 現在出來我們就會去星光大島 星光大島就是遊客最喜歡的景點之一 特別是這個手掌印的 之後根據小熊書的行程 走進去K11燈冷氣 轉眼間走完K11之後 我們就去了尖沙咀碼頭 準備坐船到中環 剛剛就在尖沙咀坐船到中環 我現在就跟著下一個行程去摩天輪 但是由於我們窮友的關係 就錯誤這個摩天輪 我們就可以遠觀一下 這個中環碼頭也是小熊書的遊客推介 據說它是TVB取景之一 讓我先拍照 剛才看到很多遊客在摩天輪附近打卡拍照 時間關係已經轉眼到中環街市 平時我就會去吃這間糕店 不過窮友的關係 今天就吃不到了 剛剛就拍了我 現在就在搭中環的扶手電梯上去 中環的大門 上到來就沿著這條樓梯 一直走 看到經常有打卡的地方 按這個就是H罐 沿途看到這部針水機實在太好了 因為我已經喝了水 在這裡就可以免費針水喝了 現在就在大門的位置 其實也看到有很多遊客都是拍照的 小熊書到找了一些行程 路都非常順利 我們現在就去銅鑼灣再看看 再看看 來到銅鑼灣 行程之一當然是去時代廣場打卡 讓我先打卡 這次就是窮了香港 但為什麼你看到我去了這麼多個商場 是因為最主要的目的窮友 我們就是要量一下 量一下 就可以用到消費去行程 之後也繼續在銅鑼灣逛街 在金錢有限下 我們只可以光看不買 接近晚上的時間 準備吃晚飯 我就找了一間餐廳吃炒麵 也是小熊書遊客推介這一間 現在我就決定現在要搭車回家 我記得了 今天的行程已經完滿結束了 其實今天根據小熊書的工量 這個100元的挑戰是否成功 不知道大家覺得今天的行程 算不算豐富或者值得玩呢 如果大家跟我們說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Like我們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條影片再見 拜拜